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铺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权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面的课呢 咱们介绍了一下文件的概念 对不对 以及文件的类型 咱们说了 再问道一下咱们操作的重点是污辱和文件 对不对 PRP处理文件是基于Linux为模型的 在另一边咱们操作的模型不止文件的污辱 比如说还有块设备 字符设备 管道设备 是不是还有这些东西 还有像连接设备 这节课我们看一下文件的属性 那什么是文件的属性呢 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一个 对 不管是目入也好 文件也好 你看 目入 右键 属性 我们能看到哪些 是不是可以看到文件的位置 对不对 大小 对吧 占用空间呢 包含多少个文件呢 对不对 这是目入的 然后创建时间呢 然后是止读啊 还是什么 对不对 那对于文件的话 这是普通一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属性 看一下 这里边文件的位置 文件的类型 对不对 打开的方式 然后呢 占用的空间 创建时间 修改时间 访问时间 是止读的还是什么 对不对 那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 我们既可以看 也可以操作 对不对 那我们用PRP也可以获取到 我们刚才看到的属性信息 对吧 这就需要我们用系统的函数来获取 也就是函数 基本上把这些属性信息都给我提供了 比如说 获取文件的时间 我们在哪呢 找找找找 文件的 这File开头的 看 文件A是获取文件的上次访问时间 对吧 File ctime获取文件什么 修改时间 上次的修改时间 这个修改时间 咱们是经常用到的 访问时间咱们用的不多 比如说咱们做一些缓存 对不对 看一下上次文件是否被修改了 如果修改了 我们怎么办 没修改怎么办 对不对 那判断文件是否被修改 都通过这个时间看有没有变化 所以呢 修改时间咱们是经常用到的 其他的不怎么常用 还有 这是M的修改时间 这是Ig点的修改时间 对不对 也就是咱们的创建时间 C是创建时间 我刚刚说做了 M 对吧 是修改时间 CPrate 创建对不对 Ig点的修改时间就是创建出的Ig点 就是创建一个文件 对吧 三个获取文件时间的 那么还有这个是检查文件 或目录是否存在的 对吧 也是对属性一个判断 还有什么 还有判断文件大小的file size 看一下 获取文件的大小 真的吗 咱们的系统函数里面没有提供目录获取大小的方法 需要自己去用程序去编 真的吗 那目录的大小就是目录下边放的文件的大小 对不对 那目录下边的个数咱们要便利查询 才知道多少个数 所以没提供目录下有多少个这样的函数 也没提供目录大小的函数 对吧 包括在利液操的系统也没有提供目录大小的函数 真的吗 都需要自己去统计才能查询出来 因为目录大小这个函数如果有的话 它非常占用系统资源 后边咱写都知道了 咱得便利一个一个文件 把大小加在一起才可以出来 所以好多程序尽量不要提供 获取目录大小的占用系统资源 那这些都是属性 那咱们能够把这些属性合在一起 再把上里和咱们讲到的一些 咱们稍稍踹一下 对吧 所以我们写一个函数 来获取一下文件的属性 当然了这个函数大家只需要怎么的 尽量了解就行了 因为平时咱用的不多 咱说了用最多的就是这里边个别函数 像文件的修改时间 对吧 那咱们就是做一个函数 就是 获取文件属性 是吧 什么 函数 做一个这个 那随便命一个名 faction get 文件 也就PRO吧 就属性 只要存一个文件名 我就能获取到这个文件属性 对不对 那获取文件属性 这个文件是否得存在 对不对 所以首先我们判断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文件 是否 存在 对吧 然后我们用哪个函数 是不是有个file下方线 e s i s t s 如果存在就反为真 不存在就反为假 所以呢 只要前面加个义父义俊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否则 这里边写 这个文件 存在 放个号 否则这块输出 这个文件 不存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块 直接随便放一个文件 比如说 直接掉那函数 get file 表 传一个当前目录下的 比如说 妹子 这个目录 对不对 那妹子这个目录 现在存在还是不存在呢 刚才我已经删掉了 是不存在 那不存在 我们访问一下 相信一下 是不是这文件不存在 对不对 如果我在这块有这个文件 妹子 对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哎 好 先文件去啊 又见错了 对吧 妹子 来 刷新一下 这不就文件就存在了 嗯 在存在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 干嘛呀 获取 文件的 什么 类型 它是目录啊 还是文件的 对不对 还可以什么 获取 文件 文件的权限 是可读 可写 还是可制行啊 对不对 还可以怎么的 像如果是文件的话 还可以怎么的 获取文件的大小 目录当时说了 没有获取大小的 对不对 啊 还可以获取文件的 比如说像 呃 它的呃 时间 修改 时间 对吧 呃 还有什么 对 创建 创建时间 还有什么 还有 对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 访问时间 对吧 大概咱们需要过去的数据是不是就这么多了 嗯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完成 比如说 啊 过去文件的类型 对吧 嗯 那咱们前面咱学过一个函数 file 什么 typ是不是就过去类型 对吧 但这个类型呢 它不是中文描述 大家一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咱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专门过去文件类型的 比如说fetch 过去 过去文件的 类型 过去文件的 怎么说话 可以这样 fetch get 过去文件的 typ 自己写一个对不对 只要传一个这个文件名 我们就可以过去的类型 对不对 咱可以这样写 用switch判断一下 看一下 那前面学过的这个函数 文件类型 文件类型 找一下 对 这个对吧 是不是有这么几种了 是unload 对不对 这么几种 s wetch switch 存一个 用file typ 它反围的是上面给出的字不算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直接用 case cse 如果这个类型是 什么 dr 那么我们说 嗯 这块咱们就是直接echo吧 可以吧 这是一个什么 路 是不是 换行 然后 dre break 对不对 然后我们粘贴一下 然后 如果这块是 ch 字符设备 brock 块设备 对吧 这块如果写上file 什么 文件设备 然后 然后 当然少一个就 对就这么地吧 你看 这是一个目录 这是一个字符设备 字符 设备 就比如说键盘 打印机对不对 然后块设备 这是一个 块设备 就类似于我们 比如说 分区 操作性分区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文件 对 然后 这是一个 呃 列阶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缺绕 什么 我们这块就直接输出 对 未知 类型 好吧 那写这样函数的话 我们什么文件类型 是不是都会够寄到了 当然在另一下边 效果更好一些 那这话我们直接 既然里边直接有输出了 所以我们直接获取文件类型 这话 直接调谁啊 get 文件 什么 type 传递我们这个参数 发表内容 是不是就可以了 来 我们运行一下 这是一个目录 对吧 那如果咱们换一个文件呢 比如说 公 tnt 当然里边我可以写一些内容 对不对 看 放这1007个字节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在这里边 如果把这个文件名换掉 好 在这话换一个 f int 0.t t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效果什么样的了 文件存在 这是一个文件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除了这个获取文件类型 那我们这话还可以怎么的 是不是获取文件的 权限了 对吧 简单大小的 那我们先获取权限 放在后边 我们先判断什么 还有两个函数 咱们得用过 比如说如果 基本有个A字 DR 这个是不经常判断用的 对不对 $file 如果这个的话 那就是什么 这块写上 收出 这是一个 其实咱们类型里边也有 但是这是判断用的 对不对 咱们都把它写上 对不对 然后如果A字 下号线 file $file name 好像这块少写个什么 name对不对 那这块 咱们就写这 输出 这是一个文件 对吧 那是文件的话 这是目录 咱们获取大小得自己去写 对不对 后边咱们讲目录便利的时候 给大家说一下 那获取文件大小 都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直接输出 文件大小为 对吧 连接用file size 传个文件名 系统还是就可以了 但是它返回来的都是字解数 看一下 我们 换一下 都是字解数的话 我们假如说是计计计K的话 我们是不是自己还得算呢 这是不是1007K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写什么 在写 在写 获取文件大小的时候 我们需要自己写一个转换函数 对吧 比如说 这块再写一个 文件大小的转换函数 一般我们都写这个系统没提供需要自己写 比如说函数没有我们叫faction 叫做2size 里面 里面只要存一个size 尺寸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成各种单位 对吧 首先 这块有一个单位 看到了吗 先是尺寸 s 它的尺寸 先随便等于一个 然后 单位等于一个空字不串 对吧 然后我们咱们一般的比如说 字解和k之间是不是1024的关系 也就2的十字方的关系 对不对 那 是k2的十字方到照呢 是不是还是1024的关系 1024到g呢 对 就是那个照到g还是1024 对不对 然后g到t 是不是也是个1024 对吧 所以呢 嗯 默认的话 就是字解 然后k呢 是1024个字解是1k 1024k是1兆 对不对 一个1024就是2的十字方 两个1024呢 相成就是2的20字方 对不对 所以那有个QPU方的 POW 这时候写上2的几字方 就行了 比如2的十字方 这就相当于什么 1024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直接写10 或者是比如说 2的20字方 对吧 就相当于两个1024 对不对 或者你直接写1024的二字方 都可以对不对 啊 两种方法都可以 那 嗯 是k到照是一个2的十字方 2 然后照是220字方 g是2的30字方 然后t是2的40字方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可以判断 如果 如果 这个 大于POW 是2的40字方 那是不是 所有大于这个材数 是不是都是TB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单位 那这块就是这个S 就等于 刀了不赛子除以POW 是不是单位得变呢 2的40字方 对不对 对不对 W单位等于TB 行吗 是不是T的单位 否则 如果 W size 大于POW 大于POW 2的30字方 那么我们这块 $S等于 $S除以POW 2的什么 30字方 然后单位 等于Gb 是不是这样讲 然后我们这块 一共是 有几个我去复制一下就行了 这块 这块那就是大于2的20字方 20字方 那这块也是除以2的20字方 这块就是兆比 对不对 那这块是2的10字方 也就是1的24 对不对 2的10字方 那我们这块是KB 对不对 否则是不是就自己啊 否则$S就等于W和Z 对吧 然后呢 DW和单位 就怎么约 TIP 是不是字解数啊 然后返回 什么呢 s.dw 就是多少招比 是不是那单位的 嗯 没问题了吧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转换函数 但是怎么设计都行 那我们这会获取文大小 这块 我们想加单位的话 你就加什么 to size一个括号 是不是就可以转了 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不到1KB 是不是就是TYPS啊 对 那如果这里边文件的内容 看一下 我们打开之后 看中A看中C 看我扎了这么多 S保存 对吧 我们手标放上去看一下 是不是38.4KB啊 嗯 那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车上 是38.4 嗯 然后KB后边 当然我们有用455 对吧 我们如果用455 我们如果用455的话 大家看会更清楚一些 当然写函数大家可以细化 是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取这单位的了 嗯 而且是只有文件都会有大小 所以我们现在判断 如果是文件里边了 这不才可以啊 嗯 那获取文件权限 还记得文件权有三种吗 可读可页可执行 对不对啊 这就几个函数就行了 如果A子 看一下这几个函数在哪呢 看一下文件的函数 是要全线找A子开始的 看这个文件是否可读 对不对啊 然后输出文件可读 对吧 然后这三个 还有文件可写 写文件可执行 对吧 那函数呢 可写文件可写的函数 是这个对不对 判断文件是否可写 判断文件是否可执行 A A D X 是这样的三个数吧 这三个数呢 在定义下面我们经常用到 来我们运行一下 文件可读文件可写文件可执行 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文文文件 所以它没有执行的选限 那文件呢看一下 先是文件的访问时间 先是文件的创建时间 访问时间和修改时间 我们给它反回来 这几个呢 我们都容易做到 比如说 直接输出文件的修改时间 是file 创建时间是c time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 里边只要传一个文件名 就可以判断它的创建时间 但是创建时间是给的时间一搓 时间做文小 挂着年月十分秒 有没有办法 有吧 咱们前面学过 DT 是不是用这个函数 把它转成年月日十分秒 是不是这样的格式就可以了 来换一下行 这是文件的创建时间 文件的访问时间 取消 还有文件的修改时间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三个 函数名只是中间有个变化 访问时间是a 对不对 修改时间是m 这个修改时间 咱们经常用到的 那这样的话 咱们想获取的文件属性 基本上在这个程序里面都完事了 大部分这些函数都非常好用 就是传一个文件名就可以了 对不对 来我们运行一下 我这里边写错了 应该是 代表 我在这块写错了 代表 单贴的 代表内 好我们再例行一下 看一下 2014年2月25日 多少多少 时间 访问时间都有了 当然前边你可以加上汉字 什么创建时间 访问时间对不对 对吧 时期到没改 对吧 等改过来之后就可以了 这文件是刚刚创建的 所以这个时间也是今天的时间 对不对 好 这就是过去文件属性的一些文件操作的信息 对不对 大家也只需要这些了解就行 用的都不多 对不对 但是个别的函数咱们会提到 对吧 大家重点了解 当然掌握了就更好 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 什么 这些跟文件属性有关的 PRP处理文件的函数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期末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大家一定会放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